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完全就是黑道的心态 黑道抢地盘 你咧 你是我的人 你这个快递盘是我的 我就不容许别的人 来抢占这个地方 我不容许别人来吃这家餐厅 怎样 如果这个不叫黑道 什么叫黑道 然后人家正当的合法的活动 音乐的 不适合政治的 你就是用所有暴力的 下流的手段 就是让这个活动停止 如果这不叫黑帮 什么叫黑帮 賴清德你要清黑帮 你要禁止黑道进入校园 请你赶快把台独黑帮 清出校园去 那这些人 到底他可不可以在台湾成功 他可以让台湾人 真的不敢做中国人吗 他做得到吗 还是他觉得 其实大势所趋 他已经打不住了做垂死的挣扎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政治评论员李盛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之前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国会助理郑兆欣 大家好 新党发言人王炳中 官僚朋友大家好 好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讲 黑帮打台大学生 这黑帮好可怕 台大学生好可怜 还出来哭 说国家都没有保护我们 台大学生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来看 把所有的事情再一次还原 我们昨天 其实从早到晚 从我的脸书到节目 我已经一次把事情都还原 我们再把细节还原 今天又有更多的真相 好 学生一刚开始用的借口是说 还我操场 说田徑厂9月19到9月25 中午暂停开放 然后还毁了 花了3700万拯救了田徑厂 然后说什么海报 国立台湾大学 改为台北市台湾大学 那当然这个谎话 早就被台北市拆穿了 人家根本没有改 好 然后田徑厂 他说中午暂停开放 害学生不能用 我昨天也讲了 这个时候 温度36度 有人中午12点钟 在田徑厂跑吗 是不想活想死了吗 没有人嘛 好 那最后说 毁掉田徑厂 那你可不可以等 晚上10点钟 活动结束之后 等人家厂商把 跑道还给你 当场清点损失 看哪里坏掉 要怎么修复 好 现在出来 说这一块 这一块坏掉了 然后台大的主秘林达德 现在初步评估 说这个要修复要怎么样 花8万块 然后认证花5万块 合起来13万 公期一个月完成 好 那你如果说公期拖到了 你在跟厂商求偿 厂商跑得掉吗 跑不掉 更何况有押金30万 结果你跑去闹场 让一场活动 这个活动损失之后 那个损失是起码 上千万的损失 学生做了什么事情 4.05分 学生跟独派冲破封锁线 你看 冲破封锁线 人家这是用票才能进来 保全 不让他们进来 他们一定要进来 最后学校的保全 不敢阻止 只好让他们进来 进来之后 举棋干扰台上表演的歌手 人家在表演 这表演的每一个都是台湾人 全部都是台湾人 然后你拿台独棋 台湾独立 有没有看到 台湾独立 然后再来 独派对着舞台撒名纸 然后还扔罐子 最后4点37分 学生跟独派强行攻占舞台 注意 这个时候 节目还没有宣布停止 他们就站上去了 他们不是要还我操场吗 请问后面这牌子叫什么 释放李明哲 看到没有 台独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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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场外 学生跟统促会互相扭打 不是被统促会打 是互相扭打 是在学校外面 所以什么台大见血 这也是假标题 也是在带风向 这个都是场外的事 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 学生当时是怎么样 要给人家闹场了 像黑道一样 好 这样子 这个不是选举场子 这是现场音乐活动 人家在表演 最后还扔了一个罐子 砸中舞者 叫人家怎么办 秉中 我看到你的脸书 你写说 学生后来讲说 我们跟独派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你的脸书说 不 他们有关系 陈文贞跟郭润亭 他们两方的说法互相矛盾 什么意思 台大的学生陈文贞说 我们只是单纯去表达一个 抗议是要维护操场的 可是为什么独派来收割 结果独派的女青年郭润亭 他就出来反驳 他说 拜托 是你们发起活动的 台大学生会和学代会 你们在前天晚上 就跟我们在谈 怎么分工合作了 甚至更早以前 就已经勾结在一起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作为一个台大毕业的校友 我很不希望说 今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大家对台大学生 变成这种印象 好像就是可以去砸场闹场 所以我在这里 三问台大的学生会 学代会 第一 到底你们事前 是不是跟独派 就已经串通好 要分工合作的 有没有 我觉得你们有这个义务出来 向社会给个交代 第二问 到底你们的目的 是要维护操场 就像这个陈文贞同学说的 我们只是维护操场 还是说 其实你们主办单位 学生会 学代会 你们就是要 所谓反统债 就是要搞台独呢 因为我们看到 学代会的这个声明 已经出来了 学代会声明公开的讲 说我们不觉得政治力介入校园 有什么不可以 这台大的学代会 自己出来讲的 台大学代会 对台大学代会 他就自己出来讲 说我们觉得政治力介入校园 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政治本来就是我们要关心的 尤其台湾这个岛国 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 那我请教 你们到底目的 是因为要反中国因素 还是保护操场 你能不能够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的出来 如果你就是要反对所谓统战 反对中国 你就出来承认嘛 那第三点 你们认同 不管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是要保护操场也好 还是要反统战也好 可以去这样砸场吗 请问这个照片里头拿着台独旗的 有媒体拍到用这个瓶罐去砸这个舞台的 刚刚之前也讲到 那些歌手那些观众 他是台湾人 他是我们共同的同胞 就算是大陆的 也是大陆的普通的歌手 你们有胆 你们打解放军给我们看 你打打这些歌手 打这些台湾我们自己的观众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里头难道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台大学生会 或学代会的成员吗 我请学生会学代会 请你公开告诉我 这里头难道没有任何一个 是你学生会学代会的成员吗 你们不需要出来谴责切割吗 事实上冲进去的闹场杂场的 有台大学生有台大以外的学生 有社会人士有老台独 有一大堆全部做的行为 都叫做黑道杂场 那这个陈文珍他是台大学生 是不是 陈文珍是台大现在的学生 现在学生 他说我是台大学生 我冲上台是为了捍卫我的校园 对不起 你要捍卫你的校园 你是应该去效学校抗议 你是砸 你凭什么冲上人家床子 这个不叫黑道 什么叫黑道 然后他就撇清 说谎说 不是为了支持你的棋子 我第一次参加 如此规模的冲动 天真的我 真的很天真吗 他说没想到各派人马都来 共襄胜举了 所以他们在撇清说 独派跟我没关系 也跟记者讲没关系 好 你说这郭润亭 他是独派的 对不对 他们有跟陈文珍他们合作 对不对 他怎么写 郭润亭9月25日 他说行动前一晚 学生动员发起人说 我们的胜利条件是两个 活动终止或警察进入校园 你看 他们要干嘛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活动办不下去 就是这样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停 或者是警察进入校园 警察进入校园 打压我们独派 独派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反统战活动 要丁科文哲 看到了 所以就可以跟很多事情 就连结起来 双方共同目标 阻止活动进行 我不择手段就是要让你 这个中国新歌声 停止 学生发起人说 你们要拿台独棋什么的 随便你们 只是事后问到我们 我们就是切割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台独团 你说好 没问题 学生说 如果我们场外的人 没有冲进场内 你们独派就不要冲舞台了 我们不希望有人受伤 独派说好 我们自己会看着办 然后现场的过程是什么 独派带头冲破安检门 学生一段时间后才冲进来 现场满满的独派棋 你甚至拍不到没有台湾棋的画面 独派发难冲过护城河上舞台 学生也上台后 集中在舞台左侧 董哥 精彩吧 这些台大学生跟台大外的学生 跟独派好会演好会说谎 所以我们刚刚用的词不够精准 我们应该用职业学生 有人是挂在学校有个学生的名称 有些人是对外自称他是学生 有的是外校学生 其实都是职业学生 那这些人比政客还无耻 因为政客我们一脸看穿了 那学生他们装作无辜 我们是学生 学生现在是最不要脸的职业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看到 其实多数的学生他是很好 我常去台大 台大学生看到我都很尊敬 因为你讲真话 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些学生 你会觉得他们满嘴谎话 而且还可以侃侃而谈 如果今天警方真的要办黑帮 那当然这些学生是第一人选 今天如果警方真的要办统促党 那太简单了 因为我们这个事件分两段 前面一段在台大跳演 我们在讲前面 统促党的事还没有进来 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统促党的事 那前面所有的行为不是黑帮吗 他去占人家的场子 这个场子是台大收人家的钱核准了 内政部同意了 陆委会也同意了 都有政府单位的公文 合法正当的 但是我今天合法在这里 在这家店开了店 我缴了税 然后有黑道来跟我占领 不给我做生意 给我丢名字 然后跟我砸场子 你警方应该抓谁 警方当然是应该抓 不能说因为他的身份是学生 他就不叫黑道 这个就叫做黑道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人就是在表演 当发现事情不对了 然后才表示说我是很天真的学生 那这种叫做无耻 就是你有本事 你要搞台独 你就光明当政大人 讲出来我是台独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像我跟友娃跑新闻比较久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很多政党都在校园 那时候民进党 还在党外时代就喊出 政党退出校园 退出了 发起很多活动 那你今天到所有 台湾所有的各大学去看 是哪个政党在校园活动 当然是民主进步党 民主进步党 发公文到建中 建中帮他张贴 所以我们要 我们希望有那个来信念干部 我们节目上讲过 第二个 民进党的号称党校 凯达格兰学校 发公文到经济部 经济部的政务次长王美花 她就是顾力熊的太太 她也发给各单位 大家要参加 对不对 我们节目也讲过 都有评有趣 那这是谁在搞活动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 只要你是独派 你敢讲什么话 你声音就比别人大 警察就怕你 司法就怕你 那台湾还有什么公道呢 所以我也很要求很建议 很多自己认为说我主张统一 我有正义的人 你要了解这些学生 心思是非常细密的 跟你们这些大老初是不一样的 人家所有动作都前程录影 回去剪接放上网路 哎呀 我们被打 对我不利的 对我不利的都不要放 然后我打你 然后我不放 就怕你回答我 我把它剪下来 我踹别人二十脚 打了三十钱 那个人很气 踹了你一脚 你看我被踢了 前面都没有你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对付的 不是一般的台独 而是无耻的政客 我就问一下 这一次的活动 它合不合法吗 合法依照法令 政府单位台湾的警方 要保护合法 那为什么警方不保护 这是 那个就是警方的事 那第二个 台大校方要求活动停止 对 台大校为什么不保护 但是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活动 既然你台大也收了人家的钱 那你就是一个合法的 事实上 像类似的节目 那你大概 你也 他们大概都那个什么知道 他们要进入台湾以前 拜会了很多的单位 陆委会立法院 内政部 还有相关单位 像租借场地 因为他在台湾办不是第一次 前面几次 请问有没有人闹场 已经办了几十场 在别的学校了 对 世新文化 北部区域的大学 几乎都已经办过了 台大比照办理的话 我们就延续着前面 好 学生闹场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 既然是合法演出的话 那你去闹场不能够因为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 只有四个字 政治正确 你不能够因为政治正确 你把法律忘掉 就是说当学生去闹场的时候 对不起 你收政单位的那些带子 你要不要请台大 把这些学生也把它移送法办 好 这个是一部分 那更重要我刚刚讲的 任何事情不能够以政治正确 就是说我抗议有理 你毕竟台湾是有法律的 你不能说因为政治正确 我做什么事我都对了 我可以杀人放火 这样子就说得太过去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今天这些闹场的学生 不值得同情 应该予以谴责 这些学生现在还在演悲情戏 演苦情戏 而且满口谎话 田径厂13万可以修好认证 你去砸人家几千万的厂子 那其实从他们自己讲出来的 他们的脸书写的 就已经很清楚 我的目标就是要让活动停止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让台湾 靠近中国大陆 我不准你台湾人做中国人 就这么简单 赵鑫 2009年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种例子很多 黑帮 台南市德安百货大大茶楼 这个茶楼有再度找来 70多个年轻人 也是年轻人 里面可能有大学生 几度到餐厅排队 站位置 他还排队 他还不是硬闯 站了位置 一个人给你做一张桌子 罢桌消费做到打烊 然后现场70多个人 都有付钱消费 所以警察派出所跑过来说 我告诫对方不要闹事 可是这个社会上就知道说 这个就叫做黑帮闹事 人家还付钱 人家还是用蚊斗 他这个是直接就给你闯进去 给你砸场子 比黑帮还不如 今天我们看看 现在台大的现场 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 唱歌跳舞表演 你从哪里看到统战两个字 你从哪里看到政治位两个字 结果你看他们站在台上去 撒名指 这就地体流氓 所以你说他是学生 我根本就不觉得 叫他们是学生 根本就是侮辱了学生 是啦 但我们一年台湾有多少大学生 都跟他们一样 那还得了 感觉侮辱了这些 参加这个我们讲学策的 一年有十万以上的大学生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是的 这32岁的这位学生 他支持中国各区域 那个举行武装独立运动 所以大家讲说 你支持这种武装独立 然后你现在反控人家暴力 这些说白了 他们在过去就是在参加一些 刻意的政党活动 根本就是所谓的职业学生 我不愿意说他们脑残 但是他们如果有脑的话 金正恩就可以得 诺贝尔和平奖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非常可耻的 再来我们看 参加的人有哪些 我们讲蔡丁贵 蔡丁贵是学生吗 终生学习是这样子学的吗 領18%的台大退休校售 領18%的台大退休校售 所以这些人参差不齐 一群就是到处在乱的人 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场地 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正当的活动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当然最后就激怒了大家 然后激起了一些不必要的对立 这样的对立 还是在学校外面 还不是在里面 结果今天我们的政府讲说 台大学生被打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 这是互殴 这互殴的话 法律上你要公正的 一个合法的活动 警察或者是政府就有责任 让这个活动办完 他是受到你的保障的 结果你去保障来乱的人 这样子还有天理 这样还有王法 这样子大家如何信任 政府保障你的权利呢 明明 宏威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光天化日之下 在台大里面跟人家租了场子 办的一个音乐活动 被独派的人全部把他打砸掉了 然后现在民党政府在转风向 变成台大学生被黑帮打 这很可怕很可怕 所以要扫黑 其实最近这两天 大家在媒体看到的画面 就是有两个人扭打 然后就是统促党的一个老先生 拿着一个棒子好像追打 那这样看起来就是统促党去打学生 然后学生见血 所以变成整个的风向 就带到是一个学生被打的一个状况 大家会热烈的讨论 可是网络上也开始有人质疑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扭打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到底是有人单纯的学生被打 还是有互相打互殴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 我刚刚说那个影片放上网络上的 就叫李伯璋 他在网络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号 叫做台独机关枪 那么他把它放在这个影片 大家就觉得说前面是发生什么事 结果他自己在脸书上 讲他非常的勇猛 他说对 他也有动手打人 他一个打三个 而且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那好啦 所以这个是不是到底是 单纯的学生被打 还是互殴事件 这个已经打人的都承认说 他一个打三个这么勇猛 那所以马上台北市警察局说 哎呀 打人的抓到了 那请问一下李伯璋有没有抓到 他在脸书上都承认他打人 那在这一场打斗事件 这个所谓的暴力事件里面 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第一个学生就是李伯璋 25岁 他不是台大的学生 那他到那边 为什么非常清楚 因为一大堆独派团体 其实在这个现场我不用讲了 画面可以说明一切 另外还有一个学生 就是事后到了我们议会 一起就是民意代表 民进党的议员给他开记者会 然后他这个绑 也绑了绷带 然后上面也绑一个网子 然后戴个口罩 看起来受重伤的样子 那这个学生 他是台大的学生 你讲的是不是这一个 来 给你 对 那在网路上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是他 他说他左手骨折 然后你看整个看起来是重伤 那结果网路说 这叫做2017年的 最假苦情奖 因为他被肉搜出来了 说当天在打完了之后 你看他绑了一个 白色的头巾 然后用左手滑手机 然后来告状 旁边是警察 这个是警察 这个警察一来 表示事情后了 对 就是已经打完之后 你看这个 左手骨折成这个样子 然后但是当天卸场 他是拿左手再滑手机 看起来还蛮 这个还蛮好使的样子 很永健 对 然后这个是他之前扭打的画面 好 张耿惟也被大家 搜索搜索 对 大家都要知道一下 这个学生大家都要关心他一下 他32岁 那么32岁跟统促堂61岁 到底谁比较强壮 我觉得社会自有公平 然后这32岁的这位学生 他过去也被肉搜出来 这个可能还没有画面 他也曾经拿着习近平的照片 就是反中的 反中的一个学生 另外他在网路上曾经留下说 他支持中国各区域 举行武装独立运动 所以大家讲说 你支持这种武装独立 然后你现在反控人家暴力 所以这两位学生 到底是不是职业学生 我要讲的是 李泊章他是台独机关枪 他过去曾经在明镜 就在我们市议会 是民进党的议员 严胜冠的助理 其实战功标饼 包含张耿为也是一样 他也有反中 然后还赞成武装独立运动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整个事件 从之前我们刚刚讲 这位叫做郭润廷 他爆出当时学生发起人 跟整个的独派团体中间 他们互相在做杀盘推演 有精密的杀盘推演 角色分工 对 包含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到时要怎么分工 还有我们事先要怎么串供 因为事发之后 我们还要互相切割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场运动 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学生互校 学生互操场 但是在背后 有这么多的政治的操作跟介入 这不是单纯的学生互校运动 这也不是单纯的学生被打的事件 它有太多的真相 事实上是被掩盖住的 我要讲的是 你现在在整个的网络带风向 或者媒体带风向 如果只是变成说 单纯的学生被打 学生大概扩起来 好单纯 好天真 我们应该要保护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 这些学生 他们的背后 有这么丰富的政治活动的经验 有这么机密的政治算计 他们是职业学生 他没有那么单纯 这个各位看的画面冲场 看的不管你生不生气 不管你看的心不兴奋 可能没有在现场的人 你不会感觉过 我有感觉过 新党在高雄的劳动公园 被冲场 被丢火 被丢石头 到高雄女中 被四万个群众围在当中 那一种压力 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人 你不晓得 你经历过就知道 什么叫做可怕的政治 会把人性明面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 整个的情况是规划好的 本来今天新党开这个记者会 我还有点意见 我说怎么把台独跟学生扯在一起 因为PTT里面 现在对于台独在高级那个旗号 PTT的学生是很环感的 我本来有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资讯 我刚刚看了资讯以后 我修正我的看法 看了以后很简单一件事情 他不是叫一般的学生 他叫政治学生 你叫他职业学生 请他台独学生 也都无所谓 他不是一般的学生 不要把台独学生 政治学生 职业学生 跟一般的学生放一起 西人 外人 急急做一副 西人就是西人 外人就是外人 职业学生就是职业学生 一般学生就一般学生 不要扯灾 为什么 因为刚刚这一个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们这阵的活动有两大目标 各位注意 非常恶毒的是在第二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让活动终止 活动终止就活动终止了 就结束了 可是各位注意 他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第二个目标 警察进入校园 这不得了 也就是说 他们整个冲撞的只要的目的 不是让活动结束 最好是怎么样子 警察进来震报 哇 那这样一下有没有 事情就大条 亲爱的朋友 这是一个学生的思维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思维吗 你们开始在旁边 手起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保护操场 结果变成要砸场 虽然只差一个字 意思差很多 保护操场跟砸场差多少 而这个砸场不是偶然发生的 我们以为这个事情是偶然 插枪走火 是独派去闹 学生是无辜 现在很抱歉 职业学生跟独派 虚守创造一场 对台湾的悲剧和闹剧 悲在哪里 闹在哪里 第一个 整个的社会里面 对立这一次又大起来了 很简单 各位看丽媒这几天只谈一件事情 绝不谈 去闹合法的场这件事 就只有那个老伯伯 60几岁的老伯伯 打人的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 你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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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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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画面可以用 为什么你们不把网络上已经出现了 这些文字也跟社会讲一讲 我们觉得是单纯抗抗 可是背后那个主动发起的 台大学生会 台大学代会 你要不要出来交代 你是主动发起人 人家现在指控说 你跟独派是 志宣导就已经预谋好的 人家郭润婷都出来讲话了 为什么不把那个什么叫机关枪 各位 这个人各位以后有机会碰到 一定要好好请教他一下 他最大的特点 这满口彰化 亲爱的朋友 假如台独是那么一件伟大神圣的目标 干嘛要用 才能够获得到人家的支持 另外一个32岁的大学生 请各位算一下 一般来讲19岁进大学 所以已经13年 有人说他当完兵以后再去读的 那我也没意见 那还有12年 请问你已经在大学几年了 只要超过六年的 收你职业学生应该不为过吧 只要超过六年 我永远不毕业 我永远顶了一个学生的一个旗号 所以在这里 PTT的朋友们 别忘了 你们生气 生气的对象不是在台独 生气的对象是 打着你们的名号 跟台独合作的你的同学 那个才是你要生气的 最后我要看不起这个政府 非常愤怒的看不起 不要 为什么 我们的政府不是要保障合法 起地辉华吗 谁是辉华 假如打人的是辉华 该起地 我没有话讲 那我请问 我请问 冲场的是不是 在内政部 政府单位到今天 都在讲打人 这一个冲场的行动 有没有讲一句话 不说话也不说一句话 不然就像千苗淡血的带购 亲爱的朋友 执政者 假如你都是政治正切 立场胜利一切的话 这个国家的悲剧还会再发生 前面关于这个冲场 当然完全被媒体的风向带走了 陆委会邱璀正 至今只代表 政府讲一句话说 他要追究这个主办方 他竟然是要去追究被害人 冲场的独派跟台大学生 是加害人 竟然他要去对付被害人 这个不要脸的政府 那这个台独机关箱 字号是机关箱 李伯章他说什么 他在脸书上说 我打回去了 那个人被我打到头破血流 现在不让我走 你把人家打到头破血流 当然人家不让你走 然后他的朋友称赞他 这个字我不好念 然后李伯章说 我今天打三个很硬 你看多得意 然后统促党的成员杨绍瑞说 其实是一名老妇人 关秀珍在现场附近 被李伯章谩骂 用老女人还有闽南语的三字经 最难堪的三字经骂女人的 我上前劝阻 被李伯章挥拳殴打脸部 眼镜都碎掉了 这个是状况 然后结果 结果我们的警察是 直接用杀人未遂 杀人未遂来传讯 而且要拘提白狼的儿子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台独的学生 不可以抓 李伯章自己都承认 说我打人 可是他又说 我们一直叫警察 叫警察 警察都不来 警察都不来 怎么可以这样 台大升级期的中信同学说 国家难道是这样子 保护人民的吗 结果最后是一个 派出所的所长被调职 然后警察被寄过 所以叶玉兰说 你台北市警察局 5点26分受理报案 结果5点35分到场 报案后9分钟到场 警察还算三三来迟吗 然后之前总共110报案电话 接到50通民众报案 但是前面48通 都是在 抱怨冲场事件 所以我警察不敢进去 我不能进去 只有后面两通是说 在辛亥路是互相打架 这怎么回事 是 我们看到这整个情况 我一直说 一般学生 他可能不晓得 包括我们所引用的 这个同学 这个陈同学 他可能真的不晓得 他以为说我们只是去单纯抗议 可是背后那个主动发起的 台大学生会 台大学代会 你要不要出来交代 你是主动发起人 人家现在指控说 你跟独派是 事先早就已经预谋好的 人家郭润亭都出来讲话了 我请问台大学生会 学代会 你不要今天号称 代表台大的学生 那就害我们这些台大校友 也蒙羞 请问一下 如果说独派 郭润亭说谎 如果台大学生 真的没有跟独派勾斜 马上就要出来谴责 他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讲话呢 他不但没有讲话 而且我刚刚引用的 学代会的声明 他公开的讲 我们就是认为政治力 可以介入校园 那你以前反党政军 进入校园是反假的 就是反男不反女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李伯璋 他已经都已经明白讲说 他是这个先打了 包括昨天在友台的节目 他主动承认了 他先动手 为什么警察到今天 可以用杀人未遂 办这个张伟先生 那李伯璋到今天 没有任何的处置 这个合乎一个比例原则 也没有传唤他吗 也没有传唤他 那我们播一次 我们播一次给警察看 给检调看 李伯璋自己承认 他先动手的 他们就直接人冲过来 然后把我推倒 那时候他们有两三个人 然后说 只有我跟我女朋友 对 然后因为我 他们就是做事 已经要打我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要防备 所以有回到他 他说 他说人家做事要打他 所以他是防备 人家还没打 都是他讲的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赵新 那回到他的意思就是他先出手 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 你比较了解年轻人的语言 就直接就是你出手 只是他用比较迂回 就是可能也不是很有勇气 承认自己做的事情 他不是说他一个打三个很硬吗 对啊 听起来好像我们是叶问打拳 但是他是怎么样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叶问可以打十个 结果在节目上我们看到他连承认都不敢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你这个很明显是双重标准 你只看到了学生好像被人家打 问题是你看看这些实际上的画面 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伯伯 那老伯伯到底是谁要打谁 我都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而且现场我们昨天访问胡大刚 胡大刚说他们人数是个位数 现场独派学生是 几成比例 我们刚刚看画面 那个如果说我是站在舞台上的dancer 我是会怕的 又是丢铁罐又是丢 厂内的话是几百个人 几百个独派 校外他们是几十个 厂外也很多 我听说还有从中南部动员上来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种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霸凌行为 你知道吗 结果是挑这种个案来去掩盖 实际上在现场 明明就是独派团体的声量 直接以压倒性的大过 另外一边的这种声音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是蛮糟糕的 另外就是说 基本上他今天可以讲 这个场地可以借不可借 都是学校在决定的 你今天学校既然决定了 你就要负起责任 但是我还听说台大这边还说 他从到尾都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然后阻密的说法是很反复的 美国在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他到学校里面来讲课 因为他支持警察执法的权益跟权利 所以就有两百五十个大学生 挡在那个美国的校门口 可是学校因为是当初他准他进来 所以他就断然处置 把这里面十五个阻挡的大学生 停学一年 美国不是很重视人权吗 你今天做错了事你就要负责 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 学生什么都是对的吗 不是这样子 所以台大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愤怒的是 台大是个国立大学 我缴的税金就养了台大 为什么台大可以出来对这些杂场的学生道歉 而不对主办方 不对舞者 不对表演者 不对观众 不对我们这些缴税的纳税人道歉 台大在干什么 然后我们养的这些官职政的人在干什么 叶俊荣内政部长说 不容许帮派染指校园跟暴力对待学生 闹事的都法办 你有办台独学生吗 所以学生暴力打人 暴力砸人家跳舞的舞者都是对的吗 太阳花反克刚跟反中国新歌声 他不是组织刑犯罪吗 赖清德也很他很可怕 他说台大发生帮派分子 持棍棒殴打学生事件 非常严重 会给社会交代 所以我们就看到 针对竹联邦马上新竹 就已经被警察开始理解开始处理了 这样子要抓竹联邦 要整顿竹联邦 要整顿木联邦水联邦有没有 我都没意见 社会也都会支持 但是要起地挥法的标准 难道有不同吗 今天的答案很清楚 今天答案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 那个什么什么机关枪的那一个家伙 他最大的特点是满口脏话 所以那个官妇人 一个叫官树贞是吧 一个老老师 我被骂 用很恶意的骂 我现在可以完全体会 保证有这一回事 你一个年轻的小孩 每个老伙子 这样甘肚热酸 你会去我们拔两个 我说不定 回到国族差不多 你还可以是吗 对吧 再过来 我们来看看 政府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政府就刚才我讲 无耻 不要连到极点的地方是 全部就守定在 殴打的这个部分 而完全副裂了 冲击人家和华的场子的部分 我们不是在游行集会情况里面 很重要的指标吗 叫做保障和华 取地辉华 今天和华没有被保障 然后辉华没有 是被选择性的取地 这样还叫政府 只能是丢脸丢到几点 所有的在场内 怎么冲场砸场 我相信检调在现场 一定有收政录影带 你自己拿出来看 那叫做合法还是非法 然后我们看 跟统促党已经事件后 在学校外面 五点钟在辛亥路 在外面已经不是学校 不是台大了 在外面跟统促党的冲突里面 还有这个人 他昨天在有台节目 他说他带了一个这个铲子 你看看这是尖锐的 我们在做花园的这个铲子 他带过去 然后他预期 相关活动 都会有统促党的成员到现场 所以不用预想 也知道会有 那你知道会有 所以你带这个过去 你是要做什么 警察要厘清这件事情 并不难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们冲场 他们闹场 是有没有串联 因为学生聚集一定是有串联 现在就用手机 从前是用电话 现在是用手机 那你通电记录查一查 他们串联 你马上你就知道 这是第一个 冲场闹场的 跟人家有冲突 有流血 你今天有公证来处理吗 完全没有 今天警方太容易了 我告诉你 50通来报案的电话 他们说 打了50通都不来那个 我告诉你 警方的每一通电话通路 第二个我就必须要讲台大的立场 你既然你答应 你租金你也收了 你就有这个责任 去保护那个场子 而不是因为政治正确 你就放过了很多人 现在今天台湾 生活在台湾非常痛苦的 就是说 只要政治正确 我杀人放火都是合理的 我贪污我也合理 只要政治正确 但是法律不能够讲政治正确 第三个我就必须要讲 讲统促党的一些问题 你明知道这些学生冲场闹场 他们也预判了 刚刚那个人讲的 他也预判了你统促党 那你会出来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三个角度 你来看一个问题 我还是帮警察教区 对不对 就是说警察不是不处理 而是说 有那么多的错误讯息的误导 那请问 以后你叫警察怎么执法 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 他们的两大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 警察进校园 对 所以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背后的黑手 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真情 但是这个政府让人家瞧不起的是什么 内政部长跟行政院长都说 我要惩治黑帮 结果警察局 之前不是台中市的新闻局长 卓冠廷说 小心毒品案 人权要谨慎 小心这些人几年之后 都是手头足 结果警察这个人就是 现在的台北市 陈家昌 陈家昌 他说什么 是同意先以辅导 关怀为止 不宜介入 所以我们内政部 我们行政院不是要查 黑帮进入校园吗 这跟这一次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金文英是在做什么 今天我们执政的政务 所想到的都是选票 卓冠廷想到的是选票 叶敬龙他们想到的是选票 不能打学生 所以学生打别人是可以的 那蔡英文想到的也是选票 因为当全国都在讨论 要不要色扁 沉水扁的时候 蔡英文赶快丢出来说 我要修宪 他修宪要修什么 让18岁的人可以投票 投我 九成以上都投我 所以他们想的都是这样 今天政务是最大的黑帮 黑道的大老大就蔡英文 老二就是赖清德 老三就是叶敬龙 就这么清楚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小弟去砸人家的场子 结果后来出来 跟人家有冲突 有流血 然后我就派 我真正的白道的人去处理 有枪的 就这样 我的检察官就去处理 对不对 警察检察官就被派去处理 那你这是什么 你这不是黑帮吗 你今天有公证来处理吗 完全没有 今天警方太容易了 我告诉你 50通来报案的电话 他们说打了50通都不来那个 我告诉你 警方的每一通电话都录音 全程录音 赖给警察 你不用再赖了 第二个 校外 校外就是辛亥路跟护星栏路口 那边有多少监视器 对 你把监视器调出来 不要用那些台独的学生 他们提供的画面 那个是经过拼凑跟剪接的 你把所有东西调出来看前程的情况 这警方太好处理了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黑帮老大老二老三 在那边指指点点 然后检察官说 张伟我要击提你 你凭什么击提人家 因为他爸爸以前是白狼 是竹联邦的大佬 所以我们就去扫竹联邦的堂口 所以你们统促党跟竹联邦有关系 那我现在就去扫黑帮 只扫竹联邦 那你这是什么政府 你是帮派在为市吗 你的小弟被打 所以你是代表其他帮派吗 你今天令人不耻就不耻在这里 转移这么多的焦点 然后我们真正看到了 整个社会的秩序完全被一个 黑帮的政府给破坏 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 警察现在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背黑锅的角色 我要讲这整个事件 让我想到两个字 社区 警察怎么回答呢 说是啊 你这哭诉的学生 说打了50通电话 警察都不来 国家不保护我们 他说其实开始接到各种情资 大学的主秘 台大的主秘说 校园自治原则 不同意警察进入台大校园 若有治安事件 会寻校园系统进行通报 我们学校自己扛 不要你来 然后50通电话 大部分都是反映 音响扰民 活动内有 活动会场内有冲突 最近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图片 就是警察在后面都带一个大黑锅这样子 他说这个是警察的基本配备了 比这个配备的警枪更为重要 负责背锅 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 警察现在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背黑锅的角色 我要讲这整个世界 让我想到两个字 社局 这个社局包含在我们刚刚讲 就是学生的发起人 跟独派团体里面他们设了什么局 另外一个 就是在校园外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暴力被打的事件 设了什么局 你刚刚在讲说 是不是让警方来调监视器等等 我认为警方不会主动的调监视器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政府 已经到了什么样荒谬的情形 所以他说现在要扫黑 对 当我们毒品泛滥的时候 你有扫黑吗 连杜特地都说 菲律宾最大的毒品来源是台湾 我们有因此而扫黑吗 当我们前一阵子 有小弟寻仇 在七八百人面前直接开枪 来寻仇的时候 你政府有扫黑吗 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的治安都没有问题 我们毒品泛滥也都没有问题 现在因为一个被涉及的 在校园外的护欧事件 指败其中的一方 然后告诉你 你要扫黑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